来看到这一段画面 这是台东知名景点铁花村 被当成了尬掐的场地 有两名年轻人趁下雨天 铁花村人很少时 骑越野车在园区内狂飙 玩了十几分钟才离去 但已经在草皮留下了深深的轮胎痕 恶劣行为被目击民众看了直摇头 目前也已经通报警方 要揪出这个狂妄的骑士 处以重罚 滂沱待遇中身穿紫色及黄色羽衣的骑士 在公园里骑着越野车 还不断溅起大量浑浊的水滑 雨晨再大也遮不住猛催油门的巨大声响 骑士们围绕着树干蛇行 玩了十几分钟后才离去 就这样把公园当成尬掐场地 这边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子 这里是台东知名景点铁花村 6号下午3点多 两名年轻人骑车破坏草地 草皮整个被刮起 轮胎也留下好几道清楚可见长长的痕迹 最深达到10公分左右 这样恶劣的行径 全被路过民众看在眼里 很不到的 公共空间不可以这样 让人家这样糟蹋使用 目击民众痛批实在太没功德心 越野车催油门的高分贝 更吵到附近居民 民间跟辖区派出所取得联系 希望说能够取得 邻近街口的路口监视器画面 能够取得相关的 违规民众的一些资讯 骑士公园里舍有告示牌 明显标示汽机车禁止进入 骑士漠视规定的行为令人傻眼 目前已经智慧警方 要揪出狂妄的骑士 处以重罚 记者刘凌翔台东报道